說一下你的愛情,你的愛情是怎樣開始的 我的愛情是從醫院開始的 你未聽過? 來一次 有人說,蔡翁失馬,焉之飛鳳 你今天受到的挫折,可能為你帶來很大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 你也曾經做過政務主任 我們入職第二年,補送我們去英國受訓 當時我選擇去劍橋 大部份人去牛津,是一個特別的港英政府設計的課程 但我選擇去劍橋,讀正規的課程 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去英國 第一次去到一個美麗的大學城,叫劍橋 很興奮 很興奮,可能人就鬆懈了 學人買了單車 每個人都踩單車 不到兩星期就撞車 是一宗相當嚴重的交通意外 在劍橋賣了報紙 我斷了腳骨 入了醫院大約三、四個禮拜 我的先生,當時不知是看到那張報紙 聽到有個香港來的女生入了醫院 他就主動來探望 不是他一個人 是幾個來自香港劍橋的留學生 一起去醫院探望 我們在那裡認識 那怎樣繼續 這樣就很自然 那些繼續 是很自然 當然,他仍然在劍橋做博士後的研究 所以兩、三年後他才會留香港 我們就結婚 那是你第一個拍拖的初年青人 可以這麼說 他有什麼吸引你 他人很簡單 生活又很簡單 大部分人都不認識他 我今天的問集班子 見過我先生的詩局長 尿尿可數 多少個人 我想,不算特首 真的只有兩、三個 而且以前認識 例如,例動國局長和我先生是同一間中學 他們是師兄弟 因為我和例動國認識於美士 我入行幾年認識了黎動國 當時我是AO仔 他是入境處 也是初級的同事 我們兩個一起拍檔 做一、兩個項目 所以當時認識 當時我比較會把 和先生帶出來 大家見面吃飯 但近年我收得很緊 是他想你收起來 還是你故意收起來 他不想 他不想曝光 我當然尊重他 兼橋讀一年 一個學年 你回來了 然後他就留在那裡 兩地情是怎樣維繫的 那時候很慘 那時候要去 大東電報局要預約時間 打長途電話 和寫信 有否懷疑 看不見 他會否喜歡其他人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沒有 沒有擔心過 情海完全沒有翻過 沒有 所以我的故事不好聽 很簡單 為甚麼 為何可以這麼堅固 愛情這麼有信任 因為他對其他人沒有吸引力 或者你對其他人沒有吸引力 我不知道 沒有人去追求過你 沒有 是你拒絕 還是你不感覺到 我不感覺到 可能有的 只是你感覺不到 我感覺不到 然後你在這裡工作這麼久 他也在英國居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這一段的感情又怎樣維繫 這個已經不需要講 什麼感情維繫 就是老夫老妻 所以 全部都很自然 大家互相關心一下 你曾經說過 有一段時間 他在這裡就好了 當時還沒回來的時候 有肩膀可以摸一下 可以哭一下 是否很多時候都有這個需要 不是很多 但是有這個需要 因為這份工作都不容易做 而且住在政務司司長官底太大 有時候晚上真的很安靜 你想找個人說兩句 或者一起看電視 都沒有 這個人存在 其實是困難的 那些讓大家看開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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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